和王娟 小民黄杰民家住城东 堪请陛下为小民作主 有什么事直说 谢陛下 陛下 小民有一事不得不告 据小民所知 京师大狱的杀人犯 薛强并没有死 他已逍遥法外 好 薛强是什么人哪 陛下 薛强是小民的仇人 他依仗家中有钱 一向为妃作歹 去年十月 薛强等人 在街上调戏妇女 被小儿皇朝看见 我儿好言相劝 薛强不但不理 反而抽到我 刺死了小儿 皇上 我儿死的怨哪 不将薛强处以疾刑 天理难容啊 难道他没有被处以疾刑吗 子行已经判了 可还未知行 就传来薛强病死在狱中 小民到狱中去打听 真有此事 当时小民心存疑虑 怀疑有假 最近得到消息 果真是有人买同了大狱 做了手脚 薛强养死 被人捞出了大狱啊 真有此事 禀皇上 薛强一案微臣知晓 薛强病死狱中 是经过御医验证的 至于来人所言之事 不知源自何处 你是听何人所说呀 小民听刘贵所说 刘贵的消息 来自于狱中的一位知情者 此人姓名 不知姓名 此人也不肯透露姓名 但是是他主动找到刘贵 要刘贵传达于我 刘贵与小民是挚拥 这么大的事 刘贵 他万万不肯欺骗小民 开计 刚才陛下说过 封闻京士大禹有敲诈行为 你敢担保薛强一案毫无问题 陛下千岁 微臣宁可信其有 不敢信其无 既然来人提出疑问 微臣一定亲自复查 以捍卫我大明律法之尊严 好 听你这样说朕就放心了 建朝以来还从未听说过 若有死刑犯可以活动出狱的 若真有此事 无论涉及何人 一律严惩不待 遵命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啊 小民知晓 倘若你胆敢在朝廷之上凭空捏造 威严耸听 知道该当何罪吗 小民知道 小民相信 这次凭薛世明的财力 什么事他都能办得到 薛世明 薛强致富 乃京城复杀 早年也做过欺品官员 朕倒是记得此人 当初是他自己辞官 经商去了 韩一可 微臣在 都查院也要参与调查 朕派你协助开尚书办理此案 遵旨 开尚书 臣在 韩都御史协助你办理此案 你会不会觉得朕对你不信任哪 回皇上 微臣以为 这正是皇上对微臣的爱护 你要注意 绝对不可以包庇下属 遵命 停 落教 去把王师郎找来 还有杨主师 是 开大人 王大人 出事了 什么事 薛强的事 到底怎么回事 给我说清楚 开大人您别着急 这件事情是清清楚楚 薛强因患瘟病 于元月中旬死于狱中 当时我和杨主师都亲自去检验过 而且还有御医的证明 怎么会有问题呢 是这样的 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停尸一天了 薛家的棺材已经挡在那里 等我们验尸之后 薛家才将尸体壮炼入关 这是错不了的 那为什么会传出这种消息 谣言 肯定是谣言 莫非 莫非是因为薛家有钱 这点也不奇怪 因为薛家有钱 所以容易被仇家怀疑 不相信薛强是病死的 不会那么简单 皇家敢敲灯蚊鼓 敢直接向皇上告状 他心里能不掂量掂量 更何况他说得很清楚 传消息的人 就是京师大狱的人 那就好办了 把这个人查出来 问一问就知道了 我先要问问你们 究竟有没有此事 绝无此事 没有此事 说实话 否则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属下明白 那好 马上把那个刘贵找来 让他说清楚 到底是谁传给他的消息 那我这就去办 是 等等 此事非同小可 真若有个一差二错 你们两个人的脑袋 就都得搬家 卑职明白 这是皇上亲自督查的案子 又有韩督御史协查 弄得好 大家平安无事 弄得不好 整个京师大狱 整个刑部 就都得翻个底儿朝天 是 听明白没有 属下明白 卑职马上去办 不可大张旗鼓 是 是 开大人 督察院韩大人和李大人到 有请 是 那属下 去吧 下官告辞了 王大人 现在怎么办呢 震定 你去通知薛家跟大狱 我派人 去找那个刘贵 快去 是 宋大人 里边请 宋大人 好久不见了 你们家薛老爷呢 真不巧 他昨天刚走去河北了 什么 你下去吧 是 出大事了 喝点 我过来 你来 我帅舍 宗大人 我还要在乎 我还喜欢 我和爹的 你问得我 你去喝点 你才会喝点 并不でも 你才会喝点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 牵连的就不止是京士大粤 对了 父皇 您对开祭印象如何 朕倒不相信开祭有贪污受贿之嫌 他的家教是好的 他的父亲开盟清廉是出了名的 跟朕的交情也不浅 开祭自上任以来多次拒绝贿赂 你没有听说过吗 儿臣听说过 不过他在那样的位置上 求他办事的人会很多呀 你去过京士大狱吗 儿臣还不曾去过 要去看看 不知道那里边的事情你这个皇帝当不好 儿臣明白 王大臣 小民还可以去找他 小民一定能找到他 既然你敢敲灯文骨 就说明你有把握 小民绝非诬告啊 那刘贵跟小民讲得明明白白的 当时还有谁在场 是什么 那倒没有 不过 刘贵他也不会戏弄朋友啊 你也不敢戏弄当今皇上吧 不 王大臣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啊 小民乃一介草民 怎敢随意欺骗皇上啊 我看 有什么话 那你还是跟开大人说去吧 我 小民参见各位大人 开大人 韩大人 李大人 找不到刘贵 怎么回事 我们的人让他带路 他带着我们是左转右转 终于找到了刘贵的住处 但是刘贵逃跑了 逃跑 各位大人 刘贵是做买卖的 他四处走 不过小民一定会找到他 刘贵住的是客栈 客栈老板说他昨天上午就退房了 房租是交到月底的 他连退都没来得及退就跑了 明显就是心虚 他知道你要上高吗 知道 小民对他讲了 他是故意逃避 这个不知道 不过他是有些害怕 怕出庭作证 小民反复给他讲 出了事我担着 事情又重大 他这才算答应 没想到刘贵又做出此举 黄建民 告状要有人证物证 懂吗 小民懂 小民没想到刘贵他如此怕事 是谁告诉他这个消息 他真的没对你讲 小民也曾多次问他 小民的意思 只要他能告诉我谁知道内情 我就可以直接去找那个人问个明白 这样就不会牵连他了 可他就是不肯 说他答应过那个人 无论如何也不说出那个人的性命 那人肯定是京师大狱的狱卒 没错 如果不是狱卒 小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相信呢 那么 你还想不想告了 告小民还是要告 小民相信无风不起落 刘贵虽然走了 可他宁愿不辞而别 也没来告诉我说没这回事 这说明薛强之死肯定有诈 大人 我儿子死得冤哪 他 他在一十八岁 我就是拼了我这条老命 也绝对不会让凶手消消发坏 好 既然如此 本官一定帮你把事情弄个水落实处 不管他是什么人 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势力 只要他触犯了我大梅的法律 本官便要将他绳之以法 绝不姑息 谢大人 大人是青天大老爷 小人虽敢到徒弟 也难报万一呀 与 bin 大人 你看他 开大人 您说的对 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刘贵 就停止调查 杨大人 请坐 坐什么坐 他们随时会来 你们要赶快想清楚 狱里面到底有谁知道内情 把事情捅出去的可能是谁 赶快把窟窿堵上 邱大人 这事除了我们俩 还有王二 李三他们两个人 其他没人知道了 是啊 他们两个人是谁 都是狱卒 李三最早负责薛强的耗子 薛强搬地方以后 就是马二负责 想当初得了钱的有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会不会把事情捅出去 不会的 他们两个人各拿了一万块钱 再说这薛家人出手也很大方 薛家不会把这事捅出去 自害其身吧 是啊 不会的 他们两个人 谁也不能说出去 这个我可以担保 这就说明还有其他人知道 其他人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想到薛强在狱里是个显眼的人物 待遇特殊 薛家又经常来看他 这突然病死了 难免有人怀疑 可是即使是怀疑也只不过是怀疑 谁也没有办法接近薛强 我定下的规矩那是很严格的 是啊 裘大人定的规矩谁敢违反 再者说 我让薛强整整躺了三天 他病没病死没死 我是御医我说了算哪 这别人的怀疑那有什么用啊 别人怀不怀疑你 说 这就是你做几次了 这 说实话几次了 这 三次 你该砍三次头你明白吗 燕大人 您放心 从我和楚御医这里 绝对不会泄露半分的 哪怕是下游锅剥皮鲜草 我们也不会承认 更不会牵连您和王大人 现在 你们先分头跟那两个狱卒说 我告诉他们 上面查下了铁嘴钢牙 打死都不能吐口 跟他们说清楚 只要他们不吐口 就算是抓起来了 上面也有人捞他们 吐了口 照样脑袋搬家 我们一块完蛋 另外 对其他人也说清楚 不要让他们乱讲话 要让他们掂量掂量 是 我们这就去办 把上班好 还要好好地琢磨琢磨 到底是谁 把消息给捅出去的 不好的不好的 不好的 邱大人 开大人带兵包围了整个大狱 开大人 王大人 还有督察院的寒冬玉石 已经进门了 什么 王什么 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吗 大人 开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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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人 李大人 到底有没有此事 没有 绝对没有 杨大人已经严厉责问了我们 我们又核实了一遍 在京师大狱 这种事绝不可能发生 他们都不承认有这种事情 这是御医 当时参与了对薛强病情的诊断 是的 当时薛强一有病我就知道 一直到他死 那时候 薛家一直对我没完没了 他们说我是故意拖延时间 还说我致死了薛强 可是我冤枉啊 我怎么敢致死犯人哪 就是那死刑犯我也不敢哪 我开的药方均有记载 好了 好了 本官不想听这些 九爷 立即着急全体狱卒 我和韩大人要亲自训问 薛家不是一般的人 你们当中 若是有人敢见前眼 开收取贿赂 贪赃枉法 我要终灭他的九族 是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薛强病死一世 如果你们知道什么 或是听到了什么 必须如实向本官禀告 不得隐瞒 你们当中有谁认识一个商人名叫刘贵的 也必须马上告诉本官 隐瞒者 不得隐瞒不待 京师大狱 乃国家行民之重地 容不得任何人藏污纳垢 不得任何人藏污纳垢 这个监狱已经被重兵包围 皇帝陛下 对此案十分重视 亲命本官 与韩大人严肃调查 本官 是与贪官污吏 拼斗到底 绝不姑息 皇帝陛下 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 不要以为你们暗中所作之事 皇帝陛下无从知晓 今天本官把话挑明了 你们当中有人 敲诈勒索犯人及其家属 陛下对此早有耳闻 所以 这次 不仅仅是调查此案 本官 还要彻底清查一切 违法乱纪之事 谁都别想侥幸脱逃 只要我开计担任刑部尚书 不论是刑部官吏 还是监狱之官吏 军不得腐化堕落 今日之调查 便为明证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没有 听清楚了 有谁知道上述情况 立刻讲出 没有 密集中正守 可撓 That's what happened to me 不说 不说 那就不要怪本官不客气啦 开大人 开大人 找不着 开大人 我们确实是冤枉 那薛强的确是命死的 这大家都知道 开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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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冤枉 他们会不会招出来 不会 您放心 鞭子也不会落在要紧之处 再说了 我和他们都交代好了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顶住 潘大人 你看 开大人 我们是否可以再盘问一下黄杰民 盘问的更仔细一点 还能问出些什么来吗 这中间虽然隔了个刘贵 可黄杰民还是有可能对这个人有什么别的印象 最起码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 看一看黄杰民有没有使诈 是 胭脂有理 来人哪 在 带黄杰民 是 请 小民拜见二位大人 起来说话吧 谢大人 是 黄杰民 你也看到了 整个京师大狱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人 你又没见过他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大人 小民担保肯定有这个人啊 小民是想这个人是不是也许怕了 不敢承认 小民 为什么 这这这这总有他怕的吧 他要是站出来 那那那得得罪人哪 放肆 你以为本官连这点都不懂 小民也只是这么想 不敢断定 黄杰民 我问你 刘贵是在什么情况下 告诉你这件事情的 是 初二那天傍晚 刘贵到我家来找我 我没在 我回来以后听家人一说 我就跑到客栈去找他 他请我喝了两钟 之后就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 是他想告诉你 还是对方想托他告诉你 两者都有 刘贵是小民的好朋友 曾经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 他是看着我儿子长大的 我儿子被血枪所害 他听说以后非常气愤 所以他一听说 血枪被买了出去 就赶快跑来告诉我 他怎么知道你要上高的 小民在敲登文谷之前 跟他打过招呼 我是想请他作证 好找到那个人 那他为什么又跑了呢 小民是想他怕了 他怕惹上官司 尤其是死事与刑部和大狱有关 那么一切 你方才说 那个人也希望刘贵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正是 为什么 这个 小民就不大清楚了 他不肯透露姓名 是的 小民曾再三追问刘贵 想知道那个人的姓名 小民是想先和那个人谈谈 然后再去告状 这样更有把握 可是刘贵始终没告诉小民 他说他答应过那个人 不把他说出去 黄杰民 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一切都是听刘贵所言 本官再问你一次 你要说实话 究竟有没有此人 大人 小人担保 确有此人 刘贵他不会骗我 再说了 他 他 他不会为那几个钱骗我 哪几个钱 小民曾托刘贵感谢过那个人 给了他多少钱 一千块 钱的事 是 你主动送的 还是对方主动要的 应该说是对方主动要的 他提出的假忙 是 刘贵说 那个人他不愿意白帮我 提出要八百怪 我给了他一千怪 小民想 这日后 还少不了人家帮忙 他怎么知道刘贵认识你 刘贵跟他认识的时间也不长 刘贵说 有一次他们俩在一起喝酒 刘贵无意中 说出了我儿子的事 那个人当时什么也没说 过了几天 他忽然来找刘贵 就把狱里的事给捅了出来 他说过 狱中有多少人收贿吗 没有 没提过这些 刘贵也没说过 开大人 您看 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没有了 你 下去吧 谢二位大人 现在最怕的是 那个狗密的 会跳出来 暂时不会 但是 咱快想一想 到底哪几个人嫌疑最大 对 要赶紧把这个人找出来 这个人的危险最大 他既然把事情捅了出来 就盼望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 而且他随时会跳出来 会不会是刘轩 这家伙认识人太杂 嘴又不好 如果是他说出去的 对他有什么好处 别的不说 他从林德金家属那儿 敲了多少啊 起码五百罐以上吧 不过他和马儿关系不好 会不会是送着马儿去的 狐林也值得注意 这家伙来的时间不长 屁股上的屎不多 也许敢挑事 韩丽慧呢 韩丽慧也不是上游的灯 你别看他平时不吭声啊 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这些人都得盯住了 派可靠的人去盯 懂吗 嗯 可什么样的人最可靠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 屁股上使越多的人越可靠 屎多的 盯着屎少的 明白不明白 明白 不过 放到开大人手里 这一两天还能顶得住 这时间长了 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都火烧眉毛了 是 记住 我们都是绑在一块的 要完蛋一块完蛋 赶快布置吧 是 开大人 根据黄杰敏所说 那个人可能是个贪财之徒 为了八百官 好 是的 从索要钱财这点上看 说明 此人的举动并非出于义愤 所以 稍有危险 人便缩了回去 从索要钱财的数量上看 通出这么大一件案子 只索要八百官 实在不算多 说明此人是个贪小财的人 另外 此人肯定与薛强案无染 卑职在江西大狱里 也遇到过一件事 也是一名狱卒 把一件受贿案捅了出来 揪其动因 是那个狱卒眼见别人分到好处 没有自己的份 心里很不受用 韩大人是说 此人因为没有得到好处 而存心要坏别人的事 开大人认为呢 有道理 既然是这样一种人 悲只想 我们也许 能有些办法了 韩大人请讲 君子欲于异 小人欲于力 他既然耗力 恐吓便不如利用 我们可以考虑 不必逼得太急 索性等一等 给这个人走出来的机会 韩大人 真不愧是杭家呀 好 也未必奏效啊 不 值得一事 是 还有 王熙哲 杨淑貞两人 怕是不便再参与一事了 是吗 假若此案成立 薛强真是被钱买了出去 这两个人都亲自参与了验尸 无论如何是摆脱不了干系呢 当然 不过 现在还不能明确 是否真的做了手脚 既存嫌疑便需避嫌 一般的事物他们还可以处理 这个案子嘛 还是少让他们参与的好 事实上 我身为刑部尚书 调查此案 也未见得合适啊 走吧 这个 开大人多虑了 开大人的清明朝野皆知啊 陛下 让韩大人协助本官调查此案实在是太英明了 否则 不论结果如何 开某都说不清道不明啊 卑职理解 但卑职相信 开大人一定会 把握大局 秉公处事 追查清楚 开大人 你只有真正处在我的位置上 才能够体会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不过韩大人放心 开某一定不寻私勤一刹到底 不过 若是此案属实 陛下 又怎能原谅于我 开大人 您放心 只要您自身刚正 无论案情如何严重 陛下都会继续信任您的 到时候 作为监察一方 卑职也会如实反应 不论 韩大人这么说 开某心理就踏实了 来人呢 开大人 传我的令 结合全体狱卒 告诉他们 两日内 凡知情举报者赏银五百 并且允许向本官私下禀报 知情不报者 一警察署 严惩不待 邱大人 有人请假出去了 是谁 狐狸银 果然是他 马上陪人跟上 看他往哪儿去 是 肯定是他 今天我看他脸色就有点不对 现在还不能够断定 在这个时候 既怕将来查出来被处置 又想领赏 走这条路 也就不足为奇了 外面的兵都撤干净了吗 撤干净了 不撤干净 也没人敢出去啊 狐狸 狐狸 这个人 到底知道多少 搞不清楚 这个人他不合群 脾气有点咯咯色 别人从来不跟他合伙干事情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老爷 有人来 是 竟是大狱的 不 是一位姓陈的近视求见 从四川来的 说是大人的相邻 有什么事吗 他只说有钥匙相见 不肯说出详情 这是一个人来的 身边还带了一个隋祖 带有何物啊 带有两只木箱 马上把他赶走 不许在门口停留 是 不过 你告诉他 本官从来不见送礼之人 有事情 白天到衙门里去说 是 回来 老爷 昨日那个姓潘的 有来过吗 没有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这种事情怎么对付 你应该清楚 是 老爷 去吧 是 说认识刘贵的 是不是你 九亚人 你们真搞错了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刘贵啊 说不说 我真不认识啊 再见 我 说不说 我真不认识啊 再见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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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啊 是我啊 哎哟啊 从姓黄的那里 得了多少钱 一钱管 扯转 刘贵 跑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这件事 你还跟谁说过 没有 我没跟任何人讲过 好 王大人 王大人 就是他 你叫什么 我叫狐林 你为什么到处乱讲 啊 大人问你话呢 说 我不知道你们拿了多少银子 混蛋 你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祸吗 我知道了 那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吗 千万别杀我 我都认错了 你们让我干什么都行 我不想死啊 王大人 这 是你们的事 剩下的事 你们自己看着办理 王大人慢走 王大人 王大人 王大人